大家好 星期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19日 星期三 施政報告今天發表 阿超任內首份的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在2022年 在土地和房屋政策方面提出多項目標 搶人材和引之著墨多 引之著墨多 同時就包括研究新鐵路和民生的相關問題 現在就簡單 我都不想那麼長氣 我都要講的 沒辦法 先講給大家聽 先講講這個搶人材 人材都走了 合資格來港人材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後可申請退還在港的置業 以繳付額外的印花稅 合資格外來人材 即是不合資格的人 如在今天或以後在香港置業 可於居港七年並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後 就已購入 並持有 首個 住宅 物業 申請退還以繳付的買家 7年後才會取回我的印花稅 阿超你不要這麼亡教 一個人等7年後才會取回那些錢 大家回答我 推出這個高端人材通行證計劃為期兩年合資格人材 包括過去一年年薪達250萬元或以上的人士 以及畢業於全球百強大學 並在過去累積三年或以上的經驗人士 那即是怎樣 即是通行證 OK 阿超是一條傻佬 傻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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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